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師 那喜歡我的頻道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IG跟FB 好 那天天節手遊 今天又發佈一個 一個情報啦 那就是怪物的情報 那他這邊有寫著畫蛇 葉痴 羽媚 OK 這三隻大家都蠻熟悉的吧 好 然後這邊有放一個圖片 那這個圖片不知道暗示些什麼 後面有一個人 後面有一個人 有一個眼睛 然後這個小女孩是誰啊 看不太出來 然後旁邊有一個藍色的手 什麼意思啊 好 我們先看這個GIFT圖 葉痴 葉痴在那個天地節的 第1幕 獨行 是嗎 然後很重要的角色 很重要的敵人 因為 打贏他可以拿到碎屎啊 很重要的道具 那也是大師兄 英建民跟 他的師父吵架的地方 被阻出四門 哇 帶雷屬性欸 好 再來巨蝦 巨蝦應該 呃 我記得是幽層才出現的 我也是雷屬性 OK 喔 巨蝦會讓你中毒 會每回合損失氣血 再來是巨蜘蛛 我還要孵化喔 喔 冰屬性的 喔 主角那個反擊招式好帥喔 真的很帥欸 這邊有寫 每回合結束能夠召喚小蜘蛛助陣 所以說 遇到巨蜘蛛一定要先把它幹掉 好 再來是羽昧 羽面的這個 好像變蠻多的齁 看起來 好 再來 因為羽面有一個絕技叫妖關鞋 它就可以讓人家 眾人會瘋走 好 再來就是化蛇 欸 它怎麼不動了 不動了 它吐一個東西 吐一個口水是不是 吐一個口水是不是 吐一個口水出去 等一下 這沒變久 它吐兩個口水 然後這個 魚蜘蛛就瞬移到前面攻擊 OK 這邊寫說 每當受到弱化效果 就會在行動結束後脫皮 清楚是生弱化效果 而同時獲得成長 喔 弱化效果 這次的情報大概是這樣子 OK 最近的情報好像每天都會釋出 因為快接近5月29號 可能官方一直在PO一些 遊戲內的資訊吧 可惜我沒有抽到那個邀請碼 不然我就可以示範給大家看了 太可惜了 各位 好 那我們就只好等它 看能不能 那個 那個開放公測啦 如果開放公測 這邊應該可以跨幅去玩 旅程上應該是可以 希望可以趕快到那個跨幅公測 那個 那個什麼 全體公開公測啦 講錯 公開公測應該要到7月8月了吧 可能沒那麼快啊 印象就是三檔公測啊 OK好 那喜歡我的頻道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IG跟FB 那今天的情報就到這邊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讚按喜歡 然後也可以在底下留言一起討論 好謝謝大家自己的收看 拜拜